哈囉大家好我是咖蛋 這次要讓狩獵敵拋開補師的刻板印象 成為戰場中爆炸度滿點 近戰不怕貓車的吹敵坦克車 真存技能全部點滿 可而不會失去輸出能力 在吹中音樂的過程中 可以與魔物意想不到的爆炸傷害 同時幫隊友恢復血量 我的坦克爆破狩獵敵套裝 就能達到上面的效果 現在就來看看配裝吧 首先技能配置思路 主要是將防禦技能弄到7級 讓裝備獲得額外的防禦加成 另外還有精靈加護3 它的效果能將傷害減少50% 為了強化生存的能力 選擇鋼殼之恩惠3級技能 讓我們不用吃任何的補藥 就能自動恢復損失的血量 接著是血量恢復量UP 跟血氣技能3級 這兩個技能都能讓恢復量大幅的提升 更優化不管是吃補藥 或是鋼殼之恩惠的回血效果 再來是恢復速度3級技能 它能增加4倍的回血速度 精神是吹點名人1級 涉獵敵的優勢還是不能放過了 它能強化旋律產生的技能效果 舉了上述幾個技能 就能達到這套裝備的坦克訴求囉 再來是投資傷害的部分 露點特效3 怨赫恩2級 挑戰者2級 都是能強化敵手輸出傷害的手段 這樣就更容易打出暴擊傷害了 上面就是這個套裝的核心技能 這個套裝就算挑戰單刷限定的盟友任務 都很輕鬆喔 接著要開始說明配裝囉 這套裝備的武器 我選擇的是炎王龍的武器 它的旋律效果 能強化隊友攻防之外 也會解除壯毒狀態幫大家回血 甚至是產生自動持續恢復血量的效果 有了這個效果 也不必投資技能去廣域化囉 炎王龍的武器 還擁有50點的爆破屬性 能額外帶給魔物爆破傷害 將攻擊輸出的能力升級 雖然裝飾品的槽位沒有任何的孔洞 但是百龍飾品兩級槽位 也是能放置能強化能力的霞魂龍珠 這樣我們就能在輸出攻擊當下 不間斷的優化各項能力了 接下來是防具的配置 配置迷淵慘慘慨憤怒之角頭盔 主要是它的裝飾孔位足夠 還有能增加傷害的弱點特效一級 怨恨兩級技能 胸甲跟腰甲都是選擇絕雲龍的防具 重點就是要血氣的技能 還能額外獲得輸出能力 讓我們的裝備攻防均衡 這個套裝的手腕跟鞋子 都是使用鋼龍的防具 它有獨特的鋼壁之恩惠技能 是我們這套坦克套裝的重點能力 上面就是這套裝備防具的配置 整體配置完成後的攻防數值很高 特別是防禦力777 若搭配攜帶道具 整體的防禦數值會達到779點 接下來給大家看我的裝飾品配置 四級珠有治癒珠、防禦珠 還有三級的防禦珠 接著是兩級痛級珠、加護珠、跟治癒珠 最後是一級的長腹珠、古底珠、耐沖珠 破曉新增的四級裝飾珠還蠻實用的 光是那顆防禦珠就能增加5點的防禦力 很給力 再來是這套裝備比較吃護石的能力 這邊分享一下我的護石 選擇三二裝飾孔味 擁有精靈加護二級的護石就好了 若是你沒有這樣數值的護石也沒關係 找看看有沒有三二裝飾孔味 擁有體力回復量UP二級的護石來代替 這樣就能拔掉套裝的治癒珠換成加護珠 這個配置方法同樣也能有這個裝備需要的套裝效果 這邊要說明一下這套裝備的耐容抗性比較低 若跑去挑戰擁有龍系攻擊的魔物 記得在吃貓飯的當下 在最上面放上惡龍退散團子 額外增加20點的耐容性 將能大幅降低龍系攻擊的傷害 好囉上面就是這次的配裝分享 這個套裝若搭配全熟魚 還能更優化恢復的能力唷 全熟魚的道具 能給吃到的玩家自動恢復血量的效果 也可以到交易船請貓咪幫忙帶生魚食材回來 直接帶著生魚到貓飯館去料理 就能取得全熟魚了 這個套裝比較可惜的地方就是在於沒有耳塞 我想能有機會幸運的刷到耳塞3級 精靈加護2級的傷2級孔洞護士 就能將這個套裝變得更強大了 來的 今天就先聊到這邊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 馬丹捏 字幕志愿者�勿者 最後用符號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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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